中医认为,人体经络通则不痛,痛则不通,人体各处经络四通八达,是掌控气血正常运转的命脉。 经络常年受阻,预堵身体则会有疼痛感。 这种经络预堵的疼痛感万般难受。 记得小时候奶奶常常嘴里念叨她肩膀疼,因为年轻时落下的病根,肩周炎折磨着她经常夜里呻吟。 直到经过别人建议后,她开始每天按摩肩胛部周边区域,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这毛病慢慢地就消除了。 这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? 很简单,当你了解中医经络理论之时后,自然地明白经络学位按摩手法的神奇疗效。 顺便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中医经络养生法。 长按六处部位,四个学位,远离病痛一身轻,有图为症。 经络学位按摩简易手法,一,肩胛部按摩法。 肩胛部位于手足之三阳经脉交汇处,每天早晚按摩个六十次,有防治肩周炎,颈椎病的功能。 二,上肢部按摩法。 上肢部位为手三阴手三阳之脉的药道,是内联脏腹外落之节的重要部位。 每日早晚按摩个六十次,即从上内侧页下即全学至腕部内侧内观学。 从外侧腕部外观学至肩部肩颈学。 此法有疏通上肢经脉,调和气血之功能。 对心血管系统,呼吸系统疾病及上肢病痛有良效。 三,血泪部位于肝胆经脉,气门,张门所交汇。 每日早晚按摩六十次,有疏肝理气,清肝力胆之效。 对治疗肝胆疾病和差气,内间神经痛有效。 四,腹部学位按摩法。 腹位任脉经过之处,每日早晚双手重叠放在气部,深绝学。 上下左右顺时针方向按揉六十次,然后再以同样手法逆时针方向按揉六十次。 可改善消化系统,生殖泌尿系统的功能。 长按六处部位,四个穴位,远离病痛一身轻,有图为症。 五,腰部按摩法。 腰者,肾之腑,肾为先天之本,肾竹骨藏经。 每日早晚按摩腰部,肾于穴,命门穴等。 使腰部发热,则能强肾撞腰。 对治疗肾虚腰痛,风食腰痛,强制性及助炎。 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腰部急患有良效。 六,抵尾部按摩法。 抵尾部为人体大树之根。 按摩抵尾部八股学和长墙学,每日早晚个六十次。 有治疗腰底痛,改善性功能之疗效。 除了以上六处部位外,经络学中还有一下几种人质药学。 经常按摩也有特殊效果。 神爵学,即肚脐,又名其中,是人体肋脉上的药学。 它位于命门学平时对应的肚脐中。 是人体生命最隐秘,最关键的药害学窍。 是人体的长寿大学。 神爵为肋脉上的阴学,命门为肚脉上的阳学。 二学前后相连,阴阳和和。 是人体生命能源的所在地。 所以,古代修炼者把二学称为水火之工。 现代气功事件与人体科学研究表明, 神爵学是先天真系的唯一潜藏部位。 它易于结丹、养胎。 人们通过气功修炼, 可启动人体的终点、积点和重心。 古今气功修炼家都认为, 人体下丹田的准确位置就是神爵学。 长按六处部位,四个穴位,远离病痛一身轻, 有图为症。 胜于穴,胜于穴位于人体的腰部。 当第二腰椎脊凸下,左右二指宽处。 命门穴,命门穴位于人体的腰部。 当后正中线上,第二腰椎脊下凹陷处。 直压时,有强烈的压痛感。 长墙学,古人修炼气功, 小周天即是打通任督二脉。 一一倒气,起自都脉尾驴, 寻几股,上百会。 下阴交,皆认脉,下行寻凶致其父。 抵会音负荷于都脉, 气如此升降轮回。 循环不止,顾名长墙。 位置,在尾骨尖端下。 尾骨尖端与钢门连线的终点处 中医博大精深。 静络学位按摩。 静络养生需要长期坚持 方可达到理想效果。